一早呢 我們還是要關心一下 各大這個頭版頭的消息 首先帶來關注 來年底九合一選舉登記 昨天截止了 參選人呢 將角逐九種 一共是11,023個地方公職 在縣市長的部分呢 有95個人登記 包括了30個人登記 要參選六都市長 其中呢台北市長 有12個人來登記 好這個數字呢 也是市民 市長民選以來 參選人數最多的一次 中選會呢 將於10月14號前 審定候選人的名單 11月26號會投票 還有呢 今年投票當天 同時會進行18歲公民權的 複決投票 好另外呢 來關注的是選舉截止登記了嘛 就此進入了短兵交接 每天的選戰 你會發現越來越激烈了 以目前的選舉 情況來觀察 全台22個縣市的超級戰區呢 無疑是落在北北桃苗以及新竹市 五大戰區不但選情陷入了激戰 更牽動了藍綠白三大陣營除軍的總統路 使得今年這場年底選舉 不再只是中央執政的前哨戰了 他更成為一場超大型的總統初選 據說這個有沒有看到這行字 打贏的人可以去選總統 打輸的人只能回家吃自己了 兩岸局勢我們來關注了 中國大陸民用的無人機呢 侵擾金馬等外島 1號的時候首度遭到國軍擊落之後呢 那麼2號又再度闖入了小金門離島 不但4小時內來了兩批兩架次 短暫的掠過上空 那麼馬上就快閃飛離了 還疑似出現了怪招 在小金門貴山海域呢 他們空頭以垃圾袋包裹的食品來嘲諷 裡頭呢裝了茶葉袋跟榨菜 對此呢陸軍的金防部表示了 發現無人機就立刻發射了信號彈 那麼中國大陸的無人機 也快速飛離進入廈門 國軍將持續保持警戒 嚴密監控 並採取必要的強力反制措施 另外來關注是這個 正當近期頻頻傳出有華人 遭到誘騙到柬埔寨進行電信網路詐騙之際 中國大陸13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36次會議 昨天表決通過了 反電信網路詐騙法 那麼這個法案呢 將於今年12月1號來施行 該法將加大對電信網路的詐騙 違法犯罪人員懲戒力度 未來即使在大陸境外 實施電信網路詐騙 如果造成大陸公民 或者是國家的利益損害 也可以依法處理跟追究的 他的刑事民責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 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袋 把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優惠喔